我是林语 2184集 张又安猛地抬起头来 冲萧曼如怒吼回去 这难道就跟何家荣没有关系了吗 这就好比你们拿刀子捅了人 一走了之 结果人死了 你们就能说 与你们没有关系吗 家荣出手并不重 不可能致使他昏迷的 萧曼如寄生说道 牙都打掉两颗了 这还叫下手不重 张又安怒声说道 底旁的曾林 文言急忙跑了上来摊开手 呈现出两颗带血的牙齿 萧曼如见状 胸口起伏不已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汇击 裁掉了两颗牙 看来确实打得不重 如果这样就昏过去了 只能说明你们 楚家子孙的体质不行啊 这个时候 轮椅上的何老爷子悠悠说道 老楚涛 跟你刚才所说的 扒了皮 何家荣的出手 应该算轻了吧 楚老爷子紧抿着唇 细得脸色通红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逼句 这话是他自己刚才说的 楚老爷子拿着拐杖 用力地处着地 运怒道 西连 我问你 曼如刚才说的 可是真的 是芸汐 侮辱何家荣的战友在先 楚西连 脸色一紧 他额头上的冷汗 更胜了 低着头 孽如道 这个 当时 芸汐和何家荣 站得离着我们有点远 我没太听清楚 他们说的什么 楚家大爷 您可真是会睁着眼睛 说瞎话 你儿子说的话 你分明一个字都不落的 听在了耳中 说实话 到底有没有 好像有说过那么一两句 不太中听的话 不过芸汐也是被何家荣逼急了 才 刚才为什么不如实告诉我 混账东西 楚老爷子怒声打断了他 用力地握着手里的拐杖 敲着地面 恨不能将这地面的瓷砖敲碎 因为太过生气 他自脖子到耳根 都彻底通红 身子有一些摇摇欲坠 一旁的亲眷 连忙上前扶住他 此刻他也明白过来 儿子一直都在刻意瞒着他 张又安低着头缩着脖子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老楚头 现在事情的原委 你也已经了解了 何老爷子坐直了身子 满面春风 咳嗽也好了几分 精神抖擞道 你说 这件事现在该怎么处理呀 楚老爷子的脸色变化了几番 用力地按了按手中的拐杆 没有作声 只是转头冲副院长陈胜问 你们刚才看过检查结果了 我孙子的伤到底重不重 这 这个 说实话 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没问题就是没问题 要是连这个都看不明白 你们还当个屁的医生 趁早卷铺盖滚蛋吧 楚老爷子声音韵怒 喝骂道 正好将火器撒在了这个副院长身上 副院长听到这话 脸色一变 急忙站直了身子 说道 老爷子 从多项检查结果上来看 楚大少的头部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 颅内压正常 未见颅骨骨折 颅内筋鞋等问题 就算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 醒来后 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你们的事 我不管了 楚老爷子听完这话 脸色一沉 冲自己儿子甩下一句话 扭头就走 他一听自己的孙子 没有什么大碍 索性也懒得参合这事 也没脸在参合这事 今天当着和老头的面 他可谓是丢尽了脸面 自家的孙儿 竟然犯下这等 倒行逆施的大错 实在让他无地自容 何老爷子 趁机落井下石 悠悠说道 怎么 老楚头 这么着急走干嘛呢 你刚才不是挺能耐吗 事情一落到自己孙子身上 你就准备装瞎装聋了 楚老爷子 扫了何老爷子一眼 冷哼一声 拄着拐杖 快步地往外走去 比来时快了几分 跟着他一起来的一众亲友们 见状也急忙冲楚西连 打了个招呼 紧跟着楚老爷子的脚步 老楚老张 你们两个 做得是不是太过分了 袁赫见楚老爷子走了 有何老爷子撑腰 再加上张又安和楚西连 有错在先 顿时来了底气 冲楚西连和张又安 怒声质问 你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是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楚西连和张又安两个人脸色铁青 分外难看 一时间有一些无言以对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是真给你们 楚家和张家争脸吗 何老爷子 贺骂一声 接着指指张又安 尤其是你 老张头要是知道 养了你和你弟弟 那么两个不争气的儿子 准得气得 从棺材板里蹦出来 我们并不是可以隐瞒 只是禅书的时候 忘记把一些经过 说清楚罢了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们才是受害者 张又安鼓起勇气说道 是 允喜他确实说了 不该说的话 犯了错 但是何家荣 总不能出手伤人吧 要我说 他打得好 何老爷子冷声说道 哼 像这种口无遮拦 对那些牺牲的战士 出言不逊的兔崽子 就得被好好教训一顿 张又安咽了口唾门 畏惧地望了一眼 何老爷子 再没有敢反驳 为了楚家 得罪何老爷子 不划算 老张有一点 说得不错 何家荣再怎么说 也不该打人 袁赫点点头 背着手说 作为惩罚 就罚他 停职一个月吧 楚西连和张又安 听到这话脸色 皆是一变 顿时满面怒容 极为不悦 楚西连 在心中暗骂 和何家荣再职过吗 成天不是东跑 就是西跑 何时履行过 自己的职责 这他妈的停职一个月 跟不惩罚 有什么区别 我不同意 水东伟此时 突然站出来 沉声反对道 停职一个月 惩罚得太轻了 楚西连和张又安 两个人 神色顿时一患 满脸期待地 望向水东伟 楚西连心中赞誉不已 哎呀 还是老水这个人 通情达理 公正言明 水东伟望向 楚西连和张又安 两个人 郑重地补充道 还得罚他承担 楚大厦的全部医疗费 和精神损失费 楚西连和张又安 两个人 闻声差点一口老血 喷出来 他妈的 果然是一丘之合 我们楚家 差这点医疗费吗 说完之后 元赫和水东伟转身 往走廊外走去了 你们就这么走了 楚西连怒吓一声 这就是你们给的 惩罚结果 如果对处罚结果 有什么不满意 你们可以随便 跟上面的领导反应 元赫和水东伟 有恃无恐地说道 现在 楚家老爷子 都已经不管这事了 他们还怕个毛啊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